唐高宗 唐高宗是和很多皇帝一样 做过费力太子的残忍事 唐高宗废出的是嫡长子李忠 改立武则天的长子李洪为太子 李忠的母亲是在宫中地位和身份都卑微的流逝 后来王皇后因为肚子不争气 便千方百计的手养了李忠 后来在朝中重臣长孙无忌和柳氏等朝中重臣的支持下 唐高宗于公元652年 立立中为皇太子 然而好景不长 三年后 从赶夜寺重返宫廷的武则天 凭借自己的超级智谋 成功打身为了宫中两大情敌 王皇后和肖淑妃 唐高宗废王皇后和肖淑妃为数人后 后又废出太子李忠 改立四岁的戴王李宏为皇太子 李宏是个很有才气的人 身为皇子 从小他便爱到了良好的教育 诗书 武经及儒家经典都没少学 而李宏也没有令人失望 十岁那年 便组织太子府人员博彩雅吉 编撰了一本五百卷的摇山玉彩 唐高宗高兴之余 赏赐了他三万段丝绸 李宏做太子期间以仁德著称 当时朝廷大量征兵 那些逃亡或者期限内没有报道的士兵会被处死 家人也要冲官 李宏为此上书尽解 陈庆说军队征兵 但凡没有及时报道的全家都会被牵连 有的甚至没被断罪就被囚禁 人数众多 但当中有因为疾病才与其不倒 或者屠于山贼 渡河遭难 畏惧逃亡 身不重伤等多种情形 军阀却要连坐他们的亲属 陈认为军阀该兼顾事情 如果不是战死就被定罪 或者被主逃亡 并牵连他们的家属 实在值得同行 陈希望可以修订法律 以后家中有士兵逃亡 也不用受连坐之罪 唐高宗听了大为戴上 批准了请求 并对他厚爱有加 然而 就是这样一位仁义的主 太子 却遭遇突然死亡 上元二年 公元675年 时政之言下 唐高宗者武则天 带着太子李鸿 去寻有东都洛阳 结果李鸿便死于 这次寻有途中 那么 李鸿又是怎么死的呢 原因不外乎两种 第一可能 正常死亡 而这里又有两种可能 一是猝死 由唐高宗死后 追封李鸿 为孝敬皇帝的 诏书为证 是又镇方欲禅为太子 而急剧不起 一身亡名 加以尊名 可是为孝敬皇帝 扯段话翻译成白话就是 我本来打算让位给太子李鸿 但原本就体弱多病的 他听闻消息后 一时过于惊喜 过于激动 结果乐极生悲 一病不起 最后竟然死了 我只好妥善安排他的后事 吹风他为孝敬皇帝 如果按照这段记载来分析 也就是说 李鸿就和范进重举一样 心理素质不过硬 听到好消息便把碰不住自己 范进倒是好 还只是疯了 而李鸿更惨 居然死了 从表义上来看 这个是成立的 毕竟人都有七情六语 狂喜之下促死 也算是李情之中 但从那层来看 这个显然是不成立的 李鸿是什么人 是太子啊 他从小开始监国 唐高都一直把他当成继承人来培养 权力与荣华富贵 对于李鸿来说 都早已司空间惯了 再加上本性 原本就是淡博名利 清心寡欲之人 对权力并没有他母亲武则天那般的渴望 因此 根本不可能存在当堂高中 要让他继位时 就高兴激动得突然一病不起 而且最终命丧皇权的地步 总之 按正常逻辑来推判 李鸿猝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二是病死 据志书记载 太子字眼归在手 陈寨英身 英就急增胜而空 事实果真如此吗 这里不妨来分析比较一番 李鸿从小体弱多病 再加上还犯有严重的劳战 因病而突然死亡 自然也是常人的第一感官 然而 再往深推算和判断就会发现 这个观点很难成立 一方面 李鸿再怎么身体不好 但毕竟还没有病入膏肓 因此 也不至于突然就有疾而终 另一方面 如果太子李鸿果真病情很严重 这次出巡 唐高宗理应让他在宫中好好休养才对 怎么还会把他带在身边去游山管水呢 第二种可能 非正常死亡 水敢杀堂堂义活之太子呢 推断只有三种可能 一是被皇帝所杀 这个没得说 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唐高宗要处死李鸿 也没有二话可说 但这个也不成立 因为唐高宗对李鸿一直很宠爱 一直很期待 他让李鸿做了七次坚果 就是希望他能早早的独当一面 早日接过他手中的权力交接 如此溺爱 如此宠爱 如何会没来由的处理李鸿呢 显然不成立 而是被皇太子所杀 为了争夺太子一位 为了将来能当皇帝 皇子们发生明争暗斗 辛格尼斯我国也是人之常情 但太子李鸿因为是唐高宗的长子 又是皇后武则天的儿子 从小边被立为太子 因此 这种皇子之争 就目前而言也是根本不存在的 三世被武则天所杀 上面的推断都不成立 那么李鸿就只有一种可能 被母后武则天所杀 这个可以从史书里找到记载 史书唐力记载 红人孝英国 身位上所忠爱 自身为太子 姓李大臣红如之事 未尝居有过之地 以请假二公主 施爱于天后 不宜寿终 这段话里的施爱于天后 不宜寿终 便是武则天独杀李鸿的原因 虎独不识子 按常理说 就算武则天独如蛇血 也不会使自己的儿子才对 然而 太子李鸿和武则天的 直接冲突和对立 来自于一件突发性事件上 以此 李鸿在后宫瞎流达时 撞见了萧淑妃的两个女儿 易阳公主和宣承公主 萧淑妃被废杀后 这两位公主就一直被幽禁在夜庭中 人后的李鸿 悉知他们的情况后 被敏心驱使下 李鸿向唐高宗打了一个报告 请求把两位公主 嫁给朝中杂中贵人 摄政王武则天之的情况后 很是震怒 城府很深的他 一边同意李鸿的请求 并将两位天香公主 嫁给皇帝 身为的亲近是为权毅和王旭 并马上对两人进行了提拔 权毅被任命为元周四使 王旭被任命为影周四使 至此 可以说李鸿的人后善举 可以说取得了圆满成功 然而 他不会料到 对于已经对权力走火入魔的武则天来说 任何的背叛都是不请允许的 包括他的亲人 他的儿子 也正是因为这样 武则天强装的笑脸 把两位天仙公主的事 圆圆满满地打发后 他对李鸿蒙生了杀心 而《大唐心语》里 有义有明确的记载 较尽皇帝人孝英国 甚为高宗所钟爱 自身处位 姓李大臣及儒学之事 未尝有过 天下归心焉 先是一阳 宣称二公主 以母得罪 忧于夜庭 垂三十年不假 孝敬见之精密 拒请出将 又请以杀怨的 分界贫人 赵姬许之 则天大怒 即日已位是二人 配二公主 孝敬因世失败 欲读而哄 十年二十四 朝眼末不伤痛 这段记载里的欲读 两字便是最好的证明 上元二年六百七十五年五月 唐高宗追使李鸿 为孝敬皇帝 并以天子礼仪 后葬于洛阳郊区的唐公邻 唐高宗还亲自在其背诗上书写 《瑞德记》 可见里面显示因有玄机 一方面他表达了对李鸿厚爱和悲痛 另一方面 是不是也在暗中含沙摄影神呢